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11月24日,车路士激战组技,星期三凌晨,欧冠联分组赛友好戏上演,届时由H组的车路士,主场营战组云达斯。 组技以提前获得出线资格,虽然球队不会轻易言败,但他们本周虽双线战斗,今次理应保守以和为贵。 另一边,主队目前只需要一分就可以出线,所以这场比赛球队都没太大压力。 坐拥主场优势的车仔,在今次保和增胜亦算完成任务。 车路士作为上届欧冠联的冠军得主,这届赛是同样延续不俗的表现,球队目前在H组中拿到三胜一负的战绩毁裂小组次席,当中收获六个波并仅失一个,攻防驱阶。 由于领先排名第三的胜比德斯保六分这么多,所以球队晋级16强的压力不大。 本赛季在导查的大领下,车仔有望拿到三罐黄头咸、英超、英联杯、欧冠联。 表现相当强势的南军目前手握三大增冠法宝。 其一,阵中的卡尔夏维斯、添姆·华纳、美臣曼智和列斯占士等多位年轻有位的球员, 随着赛季的深入。他们不会好像老将那样有体力上的担忧, 还要在累積经验的同时,还能保持冲勁十足的势头。 其二,车仔后防固药金汤,正所谓进攻赢得胜利。 防守取得冠军,目前踢完十二轮联赛。 他们在攻入三十个球的同时,仅失四个,这个数据放眼当下五大联赛亦是首屈一指。 其三,车仔发挥相当稳定。 好像曼联一比四输比屈福特,拜仁不敌奥格斯堡。 这些搬爆冷的比赛极少会发生在现在的南军身上。 球队八月份至今各行赛事中仅以一球之差失败过曼城, 祖技,其余比赛都没输过。 可见南军是一枝值得信赖的球队。 正如刚刚讲过,这场比赛面对祖云达斯,车路士是志在复仇。 不过今次对于主队来讲,和局不亏。 赢了就赚,所以没太大压力的车仔至少能保证不败。 另一边商,祖技今个赛季整体实力略有下滑, 在二甲中,球队目前仅以六胜三和四负的战绩居于联赛第八名。 不过相较于联赛,球队在欧战的表现值得称赞, 踢完四轮欧冠联。 祖技全部赢球,期间就曾战胜过上述的车路士, 狂揽12分的斑马军团, 亦是因而提前获得晋级资格。 由于球队已经连续两届欧冠联只步16强, 祖技亦是十分想要在这个赛季拿到突破, 以目前的联赛趋势来看。 他们如今想要拿到二甲冠军难度不细, 因而全心专注于欧战未尝不可。 更何况他们今季欧冠联的势头不错, 阵中的肺特力高基艾沙、迪赞古路斯夫斯基 和艾华路摩拉达系队内的主要攻击手, 并且期间都曾为球队建功, 他们的发挥将影响斑马军团的走势。 不过面对紫面实力更胜一筹的车路士, 客队想要拿完三分并不是逆时, 所以今次组计划会提高防守强度, 力增保住城门不失, 并争取在史丹福桥球场拿走一分。 在阵容方面, 车路士、中场马迪奥高华锡因伤缺阵, 祖云达斯就有后为了基奥捷连来, 和马迪亚迪斯基利奥等人因伤不可以出场。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,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 和赞我们的专业。